广播学院圆引咒文化实验室 联合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费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清区管委会 教育领域融合出版知识挖掘与服务重点实验室 主办的圆引咒在线系列沙龙 今天的活动将由我和高仿机器人清新 共同为大家主持 首先就有请我们的清新小姐姐 让她献为大家做开场介绍 大家好 欢迎参与ARGC的应用发展 在线沙龙 我是高仿机器人清新 中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宇宙文化实验人 教授团队的高仿机器人 本次沙龙我们有些邀请到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赵鹏 福西智库创始人李小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阳 清国智能创新院院长李祖希 清国智能未来院院长吴亦迪 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沙龙的支持 谢谢 首先有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王赵鹏教授分享 数字人文资源与文语资源开发 大家好 我来共享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王赵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数字人文资源与文理资源开发 我理解的咱们这个沙龙 并不是一个典型性的学术沙龙 或者说我今天发言的 也不是一个典型性的学术报告 主要是跟在线的各位文化旅游者 文化旅游的从业者来分享一下 有关的数字人文资源 文化旅游基础是文化 那我们要了解文化 就要熟悉掌握文化资源 相关的人文资源 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网上 文化资源 可以跟我们从业者 爱好者来利用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介绍一下数字人文资源 然后就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一些数字人文资源 来规划我们的文化旅游路线 或者是开发相关的文化旅游资源 第一个呢 是数字人文资源 数字人文资源里头 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因为是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我们重要的是去看景观 那有关文化景观有哪一些呢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景观资源 那最紫紫本的重要的 有很多各个地方的地方制 全国各地都有省制 府制 州制和县制 有很多民胜的景区 也有自己的民胜制 这些有些呢 民胜制已经数字化了 比如我们湖北武汉的黄河楼 有黄河楼制 我们曾经也帮助黄河楼 开发过黄河楼的数字人文资源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黄河楼的官网上 来查询到有关黄河楼的 严格变化 以及诗文 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等等 除此之外呢 还有历代有一些专门记录 各地文化景观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种子 所谓种子 是记录全国各地的这种文化景观 在宋代呢 有三部大书 是记录相关景观的 比如北宋的 有欧阳明的余地广记 南宋的有两部书 王向之的 余地济盛 竹墨的方于圣兰 这几部书呢 现在都有典教本 中华书局都出版过 这个方于圣兰呢 我们也把它开发成了 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就在 这个我们和收运网的陈亦明先生 合作开发的知识图谱网站 这个网站的网站名是 CNKgraph.com CNK就是中国知识的意思 本来是要想用CNK机 但是graph就图谱嘛 因为CNK机已经被人注册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CNKgraph.com 先把这个网站的名称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知识图谱网 从这里 从这个专题里头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方于圣兰里头 这个我已经打开了 这个网站方于圣兰是 南宋时期记录 当时全国各地景观的一部书 现在我们把它数字化了 也这样可以简缩 也可以进行可视化的呈现 方于是指大地的意思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理 圣兰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 民圣概朗 方于圣兰我们把它翻译成 现在白话文 就是全国各地民圣概朗 也要类似于我们现在各地的 旅游攻略旅游导览一样 在这里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说框 能够简说到我们所需要的地名 或者景观名称 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输入了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试用 我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知识图谱网 现在是公开的 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免费上网 你只要输入这个cnkgraph.com就可以进来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建设阶段 还没有完全公开 可能在百度里头简说不到 但是你直接输入这个网址的话 是可以进来的 我们也是免费使用 作为这个知识图谱里的专题库 是我的学生 现在是中南民族大学的讲师 邵大为博士 他开发一个教育部项目 他开发的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你看看我们这里分 我把这个全国的景观 分为三类 一个是山 山川 比如说跟山相关的 山岩 风陵 等等 跟水相关的有西江全湖河等等 这是水资源 还有呢 居处类的 其实也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建筑景观 有宫廷唐楼等等 你在这里 你也可以简说 也可以比如说山 我在这里一点 这个山 反应有一点慢 好 现在全国各地的山 就全部出来了 好 那我们再任意点一个 这个东山 这个东山呢 这是南山 好 我再点一个看看 这个是 等我点一下 那我这个网络不是太 东山 他这个东山 他就告诉你 这个东山是什么时候 起高粮 公余 起这个公余周 在周 在周治之夺 如果我们 在今 他这里告诉你 还有诗歌诗首 他这里有一个 有确认的是 3528首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全国叫东山的地方 太多了 这都是人工智能 他自己去 关联 开发出来的 有这个诗歌诗首 是可以确认 是这个地方的 诗首 那我们在 进步的点 你看看 这个诗首诗 他就出来了 有关这个 这个东山的诗歌 就出来了 还有的地方 有些山呢 有一些故事 在这里头 他也会有记载 大家随便可以 比如说这个 我随便一点 这个桂山 在安远东 二十里 告诉你 这个山的方位 这个是广西的 安远 他有诗两首 这个诗歌 他也就出来了 你看这是宋代 说有那个 别新贵山 当然这个也可能 是一个人名 好 这个山风歌 这是明代的 贵山消除金芙蓉 指载 紫云 笔草 福青空 他觉得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 这首诗 啥意思啊 我读不懂啊 金芙蓉 紫云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又可以有一个 自动监柱的功能 我们把这个 自动监柱打开 它就跳转到 这边来了 你看看 凡是有横杠的 就表明有 注解 我们来看看 这个金芙蓉 什么意思 金芙蓉 这诗列 你说是荷花的美称 因为像荷花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金芙蓉 指的是这个 好 这个清空 什么意思呢 你再一点 清空 原来是未来的天空 好 你就明白了 你在一个个地 把这个注释 你连起来 你就可以大致明白 这一首诗 是什么意思 下一步呢 我们可能还要引进一个 翻译软件 就是能够翻译古文的 当然翻译古文的软件 把古文翻译成 白话文 再可以翻译成英文 当然能否这个翻译古典诗歌 人工翻译都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这个翻译古典诗歌啊 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理想的软件 以后有的话 我们再慢慢的引入啊 这里头其实数字很多 比如说还有地图 你这个山峰在哪个地方 你一点 哎 你看看 现在地图在现在广西的青州市 林山一线 你点的这个地图 它就出来了 这个资源就这里很丰富 比如相似的句子 同运的作品 假如你要了解这一首诗的四章 评着去评上去录这么读 它这里都给你标出来了 假如你对写诗有兴趣 你也可以模仿 仿作这一首诗的这个评字啊 它这个评字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的 这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方渝圣展的知识库里头来 这是我们你要了解哪些山 全国各地的 你这一点它就全部出来了 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 说这个全国的山有那么多 你们为什么这个只逞一些这么一些刷黑了的 或者有这个标志的白石山 沟漏山 艳石山等等呢 所谓的文化景观 它是因为有了文化符号 具体的说是有人写个诗 写个文章 描绘书写个这个山 于是乎它就成了名山 因此方渝圣兰里头 所有的名圣都是有诗文作品 跟它紧密关联的 那些没有被诗人文人书写过的山 那它就不能称为名山 因为没有人知道的 你可能是当地人知道的 叫什么南山北山西山的 外头的人不知道 没有进入到文化典籍里头 所以这些山峰 这些山的背后都是有故事 好 我们再往上走一下 山 同样的 你也可以有水 我就不点了 比如说在这里楼 天下名楼有多少呢 那是宋代的楼 这里我要说一下 因为方渝圣兰 是南宋时期写的一部书 它所涉及到的 就是南宋时代 有一点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 北宋相对来说 它的江土是黄河南北 都是北宋的 而到南宋呢 它是居于将来南方一域 以淮河以南 是属于南宋的 淮河中流以北 是属于京人的 所以这一部书呢 主要记载的是南方的民圣 北方的民圣 就几乎没有 在这里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比如这个楼里头 一共有当时在南宋 有三十六座名楼 你可以翻一下 比如说这有这一座南楼 天下叫南楼的地方很多 好 我们点一下 南楼呢 这是唐代尹茂这个人 有陪韩璋州 跟这一座有一首诗 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这一首诗 宜州出城 这一首诗 你就可以影响到 其他的楼 你也是一样的 你再一点 韩阳楼 烟雨楼 各种各样的楼 这每一座楼后面都有故事 你看看 八永楼 八永楼呢 是浙江 清华的 这个前 武汉 你看这里头 在武汉呢 有南楼 有越波楼 大家就很奇怪了 在这个地方 怎么没有黄鹤楼 黄鹤楼不是很有名吗 是的 但是 这个竹墨在写 方于胜了 这时候 黄鹤楼 当时已经毁了 那个黄鹤楼 毁了以后 当然武汉的名楼 就是 南楼 这个要讲起来 时间就比较 费时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讲 黄鹤楼跟南楼的 此笑彼掌 在有一段时间里头 黄鹤楼跟南楼 是两个人 是并称的 黄鹤楼在江边 南楼在舍山 又叫黄鹤山的山顶上 黄鹤楼毁了以后 南楼就带黄鹤楼 成为武汉的地标 到了南楼 末年 他和原初 黄鹤楼修建起来了以后 南楼的名声 就逐步的被取代了 好 这是关于方于胜揽的这个 那我们还可以看看 其他的文化资源 也是这个网站里头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先把这个退出 这是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看看各地的文化资源 我们点真实图谱里头的地图 我这个里 现在我们要很多的网络 这个数字化的资源 比较经典古籍库 事故全书等等 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要查 比如说现在我要查 湖北省 那你只能够有湖北两个地方 湖北两个字的资源 你查得出来 否则的话 你就差不多 我这里是把有关 整个湖北省的所有资源 都放到一起 关于到一起 而且下面呢 还按照地市区 都给你分到武汉黄石 每一个省有多少个地匣市 我们这全被给你分下来了 每一个市里头有多少个区 有多少个县 比如说随便点一下宜昌 宜昌下面 又有这么多区 远安新山 有这么多县 你又可以来看一看 每一个遗藏 每一个地方 它的历史严格 比如说遗藏 以过去叫什么 曾经叫做在宋朝 它叫霞州 到了清代的时候 叫遗藏府 曾经呢 还有一个东湖县 这从哪来的这些资料 比如说方域生南里头 霞州有记载 还有霞州古代的方法 这些严格 遗藏到哪个地方 你这一点呢 遗藏这里有哪些流点 地点就是还有个山油洞 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 你都可以去查 除了查这个以外 你还可以查什么呢 可以查每一个地方上的 他要哪一些诗歌 要哪一些人物 比如说这是诗库里头 有关遗藏的 你这一点下面的诗歌 就出来了 比如说西陵侠 出唐四节的杨炯 就写了有关 在宜昌这个地方写了 绝必损万人 昌破舍千里 还有李白 也写了 南流夜郎鸡类的时候 也写到了这一块 你看李白写了很多 有关山侠的 这个诗歌杜甫的也有 刚才说了 如果你读不懂 把这打开 这自动监住 你又可以来读这些诗歌了 这是有关这个地方的诗歌 还有呢 有关这个地方的人物 有哪一些呢 你看看 他都把这些人物 都给你按照时代 都给你分好了 我们来看看 唐朝有哪些人 跟宜昌有关系啊 这里有一个人 这个叫许绍的 他是唐代 他是安州安路人 是我们湖北的 他曾经在这里 坐过霞州赤史 就相当于现在 宜昌的市委书记 你看看 安路又在哪个地方 这里记得 反正只要在文章中 设计的地点 全都有 所以他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 知识图谱 他的知识 是相互关联的 这是人物 还有哪些人要活动 比如说李白 你这一点 你就知道 李白在哪一年 到过宜昌 你再到一点 他就告诉你了 在725年 李白曾经到过这个地方 写了金门山 到过金门山 写了渡金门宋别 金门宋别 你凭什么说 这首诗是写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在后面都有记录了 这个根据 李太白前几教主 在1870页 你如果不信 你就把这本书打开 看一看 我这里可以说 所有的信息 都不是在菜市场拿来的 而是 是严格的 按照学术规范 来录入这个信息 同时告诉你说 有人不同意 有人说这首诗 比如说郁贤浩教授 他说这一首诗 不是写在这一年 而是写在 开云12年离开书中 周行到这个地方写的 那这几种意见 因为太多 我们没办法去告诉你说 哪个对 哪个不对 我现在把几种意见 都摆在这个地方 由读者去取一说 对普通读者来说 你没有那么必要较真 你只要知道 这首诗写在宜昌 是李白写的 至于说 它是725年写的 还是726年写的 关系都不大了 最关键的 大家要了解的 就是这个 有关这一首诗 和这些人物的背后 它的相关的资源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这是这个资源 这里我就举几个例子 各位 你们要了解 你们所感兴趣的地方 自己的家乡 或者你要到 那个地方去玩 我们现在旅游 现在是文化旅游 不仅仅是 大家去打个卡 拍个照 就完事了 那你呢 我们古文叫 入乡问俗啊 那我们现在 到每个旅游点 你想要了解 这个地方的文化 这个地方的诗词 这个地方的故事 你就给打开 我这个网站 来了解 除了这个以外 让我 大家想要 规划旅游路线 怎么来旅游呢 我们又可以 来看看 我们这里有 专题 这是我开发的 一个唐宋文学 编年地图 这一些点 凡是有这个地标的 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 有人到这里来过 你要了解一个地方 历史上哪些人来 你在这里也可以 比如说陕西的安康 我在随便点 没有任何 搞像性 当然顺便也跟安康 做过广告 其实我跟人 让他毛关系就没 比如说安康 这个地方 姚河到这里来过 他是八百三十一年 五十五岁 在这里还写个一首诗 叫 由信心难若 他的渡西万 成有莫不还 OK 就不讲了 这里有一些诗歌 如果你要了解 这个故事的话 这背后 那你就再找 我们再通过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了解 一个事 按照诗人的行踪 他到过哪些地方 比如说 李白同学 他到过哪些地方 我们想去跟着李白 去旅游 这是李白一辈子的行踪 李白在吉尔吉斯坦 出生以后 就先来到他的 先到四川 这里头 因为有一点 我们是做学术地图 所以他这个体验感 就不是很好 这些线索显得有一点乱 没关系 在这边呢 我们又按照年龄 比如说李白 二十六岁到二十七岁 到过哪些地方 咱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绿色的 绿色 他这里 就先到扬州 然后呢 就到了荷兰 宁汝 南洋 再下来就到襄阳 去拜访 他诗坦的偶像 不好意思 我打算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可能就是我们要 这边要尽快 好嘞 还几分钟 还一分钟吗 对 我说完了 好 当然可以了 谢谢你提醒 我们按照诗人的这个线路 我们来规划 自己的自己的旅游路线 跟着李白去旅行 跟着书市去旅行 因为你根据这个诗人的线路 你就可以开发 知道古代的交通路线 诗人是哪一年 什么时候 到了这个地方 最后呢 我总结一句 这个资源我们怎么开发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资源 故事化 然后故事场景化 场景可视化 我们也可以来开发 人工智能 AI 来开发一些相关的软件 我们首先在线上体验 然后再到线下去旅游 先通过这个线上的资源 来引流 来提升流量 然后到线下去旅游 好 谢谢大家 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王赵鹏教授 下面我们有请福西之库创始人 林晓东先生 分享数据视角看 XGPT 我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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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先 我接受共享 我接受共享 OK OK 好好好 谢谢 您听到吗 可以的 我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PT能看到吗 没问题 非常荣幸 说要请参加 这次这个 研导会 我这个 本来想计划 讲一讲 这个 XGPT 对这个 进发了一些错 但我想 可能大家最近都非常关注 这个XGPT 因为我们本身 智库呢 在研究这个 数据要素 相关的这个工作 而这个 数据这块呢 是XGPT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 这个调整一下 这个题目的 这个方向 如何以这个 数据视角 来看XGPT 马博士 我这个是多长时间 是15分钟是吧 您好 是25分钟 好好 OK 我们这个 这个数库呢 是一个专门 做数字经济研究的 数库 目前和这个 清华大学 互联想智力研究中心 以及这个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互联想技术实验室 是一个研究共同体 大家分别从这个 政策 战略 技术 包括产业方面的话 对数经济研究 今年呢 这个 GPT的事情 确实非常火 然后 各方面的话 组织的各种研导会 以及各种文章 也非常多了 我刚才讲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一些视角 来对GPT的话 做一些这个分析吧 AI的事情的话 所有人 对 当然准确的 断带的话 不同的看法 但是从某一个脉络 从人物证能本身 发展来讲的话 过去几十年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进展 但是有一些非常基础性的 这个研究的话 特别是一些 算法文明的研究的话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已经有很多进展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突然一下就活起来了 可能给这个 在九十年代 当时说 这个 卢静 正在打败了这个 象棋 世界象棋的冠军 这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 但是呢 我们知道说 世界象棋相对 维棋的复杂程度 还会更 更简单一些 这个在16年的 这个阿发购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打败这个 维棋冠军 其实是 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然后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说 人物证能领域的话 在16年 其实是这个 当时被 相对有公认的 大概人物证能 这个六十周年 但是这个 之后的话 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 是有所成绩的 大家在担心说 AI的话 是否真的能 有一天走向实用 因为大家 在这块 已经在做了很多的工作了 我们说 为什么现在 这个人 可能又突然在 活起来 其实 经过了一定积累的话 其实在 我们又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 其实AI的很多算法 其实有 过去这一年 有很多进展 但是这边 有两个事情 其实 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我们通常讲 这个人物证能 等于这个算法 算力加数据 对算法这块的话 其实过去 在AI里面的科学家们 其实做了很多的 这个研究 通常讲的很多 这个 这个深度学习 什么 卷进身体网络 等等 但是这边的话 有两个事情 其实一直是 这个不太容易突破的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这个算力 我们说数据这块的话 其实在 有了互联网之后 特别是在 90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后 那么这个大量的数据产生 尤其在 在这个21世纪 050年之后 又开始有云计算 所以这个把这个 应用放在云端以后的话 用户的数据 就逐渐汇集到平台上 所以这个对数据的 这个或者说用户上网 或者提供服务的 门槛降低以后 这个数据量 会大幅地增加 或者说成几何技术增加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 高质量的这个数据 那么在这个互相上 由于它带宽的增加 和这个传输数据的增多的话 其实为这个人物智能 这个训练的数据的话 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数据 另外就是 我们说这两年 大家用GPU来做这个算力 然后 现在也很多人在提这个 叫制算中心 或者说智能计算 其实拿这个 非通路CPU来做这个算法的工作 其实这两条的话 其实对这个 AI的这个整个 这个进展的话 想是起到了一个 不仅仅是推波助澜 往往是说 是一种这个 值得提升了 在这个GPU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说 是在诸多这种 这种在大模型基础上 做的这个应用之一 只是他们做的是 这个确实相当的好 相比 同类的很多这个 即便是美国的一些机构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那么我们说这个 在GPU以过往的这个 呃 人工认用的不同方面的话 我们说 除了他 大家都通常认知的说 属于一个这个 原类的大模型 包括说这个 他现在实际检验的效果的话 具备了这个特定能力 包括了一定的这个智力水平 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现在GPU的这个 这个这个智力水平的话 相当于这个 已经达到了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 这个大学生水平 那这还是很 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但是我们 就是刚才讲的 其实 如果是换个角度来看 GPU的话实际上是 在模拟人的一个学习过程 就是我基于大胆的这个数据 然后如何能够去得出 这种有智能性的 这种能力 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非常类似于 人的这个学习过程 我待会讲的是 在人的这个 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在知识工程体系里面 我们通常讲说 叫数据形成信息 信息形成知识 而知识起敌智慧和能力 这是一个 人的知识工程 这个研究里面的 一个基本模型 那么就是因为说 如果说这个人 这个或者设施 具有一定的智能的话 他有的前提 他要拥有大量的这个知识 而知识是 是基于这个数据和这个信息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说 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这个智能化阶段 尤其是这个 这批这个 这个单身的法 其实也算是一个标志吧 就是这个 可以说是一种标志 我们确实进入了 智能化的这个阶段 并且进入了智能化的 一个比较 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回顾这个 整个信息化竞程里面 其实智能化只是我们说 在信息化竞程中的第三个阶段 就所谓数字化 只是在这个阶段里面的话 到底从什么年代 其实大家还是有些小的争议 但大的环节上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从那个电脑诞生以后的话 102和460诞生 到这50年代 有这个数字化 开始商业化 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服务器啊 或者说 这个电脑开始走入这个 商用或者寻常百姓家 比如说在1975年的时候 这个微软诞生 76年的苹果诞生 实际上就是个人电脑 这个层面的话 这个诞生 因为个人电脑诞生的话 就意味着说 我们数字的供给 已经从一个 普通的机构 走向这个 这个 网民 这个个人 那么这时候 对数字化的随声 是非常 这个 有大的提升的 所以从50年代 其实 数字化的进程 就一直在进行的 不是说它有了网的话 这段 数字化这段就这个 结束了 不是的 在数字化的一块的话 实际上是 从知识工程体系来看 就是我刚才讲的 数据形成信息 信息形成知识 所以而数据是什么呢 数据是人们 对客观世界的 这种表达和描述 这就是数据 不是说有了 这个电脑 才有了数据 有电脑 有了数字化的数据 其实有人认产生的 就是数据 比如说节生济世 这个竹简 这个批书 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 这个数据的描述 和载体 但是呢 有了这个电脑 以后的话 我们说我们可以把这种 模拟的 变成了数字的 然后把数据 进行数据化表达 而数据化表达的话 就是把这个 不具体的影响降低 而增强这个确定性 并且让这个 整个数据的传输 成为一种可能 所以我们说 在50年代 特别到了70年代 这个互联网 真的诞生以后 那为什么会诞生互联网 就是因为 这个数据多了以后 我们其实人 具有交换数据的需要 所以我们希望 把这个数据 能够以快速的 这个方式 大量的传输 但这样的时候 我们发现 就是传统的这些 所谓这些存储介质的话 是不能满足 这个需要的 可能量很大 但速度不够 所以吸引这种 对快速 大量数据的传输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互联网 也诞生了 并有了快速的发展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进入到 这个网络化阶段的时候 虽然互联网 是70年诞生 但是我刚才讲过 这个在90年代的话 网络化 诞生以后 才真正开始普及开来 无论从提供 网络的这种数据服务 还是使用 这个终端的访问 这个互联网 所以当90年代网络化 最简单的时候 我们说 它其实进入了 一个信息的数据 它实际上就说 我从数据 数据是对 科学的描述表达 而信息是对 数据的归纳 这个统计归纳 那么这时候的话 就是这个信息 那么我们进行 统计分析的这种过程的话 其实也采用了 数据化手段 像说的 你拿一个这个Excel 去分析一些数据报表 远比你原来拿 多少万页的 这个数据翻来翻去 去整理 要强得太快了 那么对这种数据的 基本的统计分析的话 就可以产生 更多的信息出来 而这个过程 已经开始 数据化了 那么第一个时候 我们对这种 粗数据的加工 进行了信息化的整理 那么这时候 整个数据的可能性 就会变高了 但这里面 也会出现了一种状态 就是在90年代普及以后 到050年 开始产生云计算 于是传统 在数据化这段 我们说数据应用 在用户本地 就变成了数据和应用 都在云端了 我给你提供云的服务 于是数据就开始 放在云端 这个我认为说 其实对AI的产生的话 也会产生 不是产生 就是对大家这种提升的话 实际上也产生了 很大的作用 因为这时候的话 就是这个服务团 可以非常容易地 获取了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咱们现在 无论是OpenAI 什么在做的 背后当然有 很多公司的支持 包括国内目前 比如说百度 华为 然后这个什么360 巡飞 这些目前在做 这个大模型的 这些企业的话 你会发现 大多都是 提供了云计算 这样的话 它有大量数据 进行训练 这些训练数据的 质量高 力量不少 但数据量实际上是够了 那么这个事情 跟网络化阶段 以后的这种云计算 是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到了这个 这种化阶段的时候 我们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说 如果说在数据化阶段 是数据的数据化 而这个网络化阶段 是说信息的数据化 那么从这的话 就在我们其实用 知识工程的 这个视点 视角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 知识的数据化 因为我们说知识什么 知识就像那个 State Jobs说 那个connected到 所以你由大量的数据 进行了归纳整理 归纳分析统计整理 然后之后的话 如何把这些 这个点缘在一起 就会产生了新的知识 而这个AI的技术 在于说 我怎么能在这种 非常复杂的 这种诸多的知识点 或者数据点里面的话 能形成出新的知识 这个事情复杂程度 是非常高的 那么但是呢 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由于我们有 大量的这个数据化 基础支撑了 数据的数据化 然后呢 我们又有了 互联网方式 可以快速的传输 这个大量的数据 于是获取高质量的 这种大型的 这个数据集 就成为可能了 所以这样 这时候的话 我们基于这些数据集 来形成这个新的知识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就是一个智能化的 一个重要的工作基础 我们说这个知识和数据 的话它是相对的概念 就是这个 这个信息是经过 统计复纳以后的 这个数据 而知识的话 是经过人意验证 且正确的这个信息 所以这时候的话 就是实识和信息 都是某种意义上 都是有数据 所以那么我们 如何能获得 这种高质量的数据呢 而且的话 这个你现在认为是知识的 可能过了20年 觉得它没有什么知识海洋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 知识信息和数据 实际上是一个 一直在迭代的过程 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OpenAI 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 已经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 获取非常大量的 这个高知识密度的数据 这实际上是一个 现在我们说 AI和GPT之所以 我们发展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也是为什么说 有时候看国内的 和国外的这个 GPT这个效果的差别 就在于说 你是否已经获得了 这种非常高质量的 这个数据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个20年的时候 当时GPT3参数 它只有是千亿 这个量级 然后到GPT4的时候 已经是数万亿 就是万亿的量级了 而且之后的话 我们会发现 随着数据量提升 包括算力的提升以后 它们能处理的 这个参数的规模的话 已经会越来越增加 直接到最后的话 可能会超越我们人的 很多一些 某些方面的能力吧 那么现在看 就是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其实中国 今年的话非常火 很多公司都在提示 它自己的这个大模型 但是呢 为什么到最后 其实我们实际用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觉得还是 坦白讲 还是有一些发展空间的 或者直白一点说的话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问题在哪呢 这个当时在 上个月我在开一个 这个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公司的 这个老总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说这个全球 这个OpenEd的训练 这个数据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英文数据 整个中文 中文数据的这个训练 大概不到 0.09%还是0.6% 大概意思就是 0.1%都不到 这个这实际上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那因为说我们如果说 我们就做这个GVD 然后还要给这个中文 社群服务的时候 你的中文数据本身是不够的 这个实际上是 很大一个问题 那么我拿这个英文数据 训练出来的东西 可能也不能 在我们的市场里面试用 但是这不光是真的中文 可能对其他很多的语言 都是一个问题 或者说你 以特定群体的这种 这种语言 所表达出的这些数据量 是不够的 或者说高质量的 或者高知识密度的知识 数据是不够的 那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也知道说 过去几十年里面 即使批评中国学术界 发表好的论文 产生了好的知识的时候 基本上也都会 以英文写出来 发到这个国外的期刊一样 但我们其实在 在过去很高的这种 高知识密度的数据来讲的话 是很大的问题 我也曾经给这个 一些科学家们聊过 他们说在国内 其实拿到一些数据的话 比在拿国外的数据 这个更难 这就因为说 其实你就感觉 这个巧妇难为 无以至催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时候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那么说 从整个数据 声明周期来看的话 从数据的采集 传输 存储计算应用 等等环节 最终这个其实 GPT的话 实际上是在计算 和应用的环节 要想把这个计算应用的环节 做好的话 这就是说 你采集的数量够大 你存储方式够好 然后才有可能去做 这个基于数据的 一些计算和应用 但是在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整个数据的 这种跨域的互通 其实是做的是不好的 那就因为说 我们没办法采集到 足够量的这个高 这样的数据 这里不多讲了 因为我们支持 我们的一个研究内容 我们希望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 构建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支持数据的 这个跨域互扫作 并且能够承载 这种数据制定规则 我们也知道说 21年发了数据安检法 发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现在的话 TGPT面临很大一个问题 其实光是在中国 比如意大利宣布说 有些东西不能用 很多国家其实都会出现一些 保护性的措施 说你获取的数据 是不是合法 那就意味着说 我在获取数据过程中 如何在技术和产业层面 经济模型层面的话 能支持大家把数据分享 但同时还有一个 关于数据制定的合规问题 只有这两条都满足的时候 才能持续不断的 产生了非常高频的数据 我们说这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也许五年和十年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的 这种能够制度的应用 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但是要达到那种效果 它能够走入千行万业 千家百户 万行万业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问题 是需要解决的 就是所谓数据的跨越活操作 以及能够做数据的制约合规 那么最后一个 我想特别想说的是 那怎么做 其实原来 大家想很简单 把数据收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在过去很多年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提论数据中 才能赶紧把数据收过来 好 我基于这些数据的话 我就可以进行训练 训练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但是现在的话 就发现出现问题了 我们也和一些公司 在做这个方面的公司聊的时候 说我也苦于数据不足 另外的话 即便有的数据的话 我也担心说 会不会已经影响到别人 或者有侵权问题 那因为说 第一 你无法会议到足够的数据 在你的中海里面 第二 即便会议完以后 是否我就已经做到合规 也不一定 所以那么基于这些 不充分或不足量的数据 和不一定合规的数据 去训练出的应用 在上面呢 这个我们把它来做 速度化发展的应用 X2B这种是只其中一种 那它的效果就一定不会好 要么效果不好 要么其实可能会进行违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说就从这个 数据的整个整理模式来讲的话 在十四五数字的应用的话里面 是会讲的 叫数据不理喻 可用不可见 这句话其实做起来就不容易 所以我们说 应该从数据中台的模式 走向数据中枢的模式 如何用建立数据中枢 然后能去索引到足够的数据 并且在尊重数据产权的情况下 来获取数据的这种使用权 对吧 然后呢 去训练这种相应的应用 这时候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的所谓科学家 所谓经济学家说的 就这个叫一个知识的 漂白黏念的过程 那这时候的话 其实这个和原有的数据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也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时候 那么再来看 说JLBT能不能支持更多的应用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那么最后的话 这个还是感谢这个会议组织方 邀请来做个分享 这个非常高兴 能听到其他专家的一些 这个非常有知识密度的高见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李小龙先生 下面我们有请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良老师 分享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 创新与挑战 好的 大家好 然后非常感谢 陈良老师的邀请 然后也非常开心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今天我这个议题呢 还是落在了这个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 研究的这样的一个 更聚焦在学术和人工智能之间 把它怎么样去进行交互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上 那特别着重的是 想要去跟大家来探讨 人工智能 在新闻与传播的研究的 这种过程当中 它扮演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首先呢我们说 在我目前的一些研究来看 特别是我近期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 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我发现呢 这个人工智能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当中 它可以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 首先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像绝大多数的 科学传播研究当中一样 人工智能呢被担作是一种 新的技术和一个新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一种 我们说我们把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课题去尽其理解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背景当中呢 我们做什么 我们跟传统的 这个科学传播研究相似 我们去了解公众舆论 就是大众是怎么样去了解 或者理解能无智能的 但事实上其实 虽然说它和其他的 这种科学传播当中的 新技术新现象很相似 但我觉得它其实 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意见 今天如果你去了解 或者你去 简单的去跟周围的人 进行一些沟通 你问他们 什么是人工智能 这个时候呢 往往大家会发现 往往大家会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人们理解的 人工智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可能包括了 XGPT 可能有些人说 人工智能就是天猫精灵 就是小度小度 有些人会认为 人工智能是算法配件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是AIGC等等等等 所以不同的人 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那当然我们今天 如果联系到 重学的理论 我们知道 我们常说的支勾 那么以往的时候 我们说支勾 大家会发现 就是我们对新技术 新现象的这种理解 其实是存在这种 支持勾的 这样的一个差异的 那么其实在 人工智能的 这个领域当中 大家会发现 这种支勾 是更加明显的 因为事实上 有一些人是能够去 掌握人工智能 并且使用它的 那么还有一些人 他可能仅仅听说过 人工智能 甚至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是非常片面的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说 人工智能的风险 是存在的 这个是我自己 用跟ChapGT 来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对话 我问他 就是AI可能 存在哪些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ChapGT 它自己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自己去提到的 就带来了 六种不同类型的风险 事实上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 有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 就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比如说隐私 还有数据安全方面的 那么另外呢 包括 这个偏见和歧视 人类的失控和道德问题 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你今天如果 去问普罗大众 去问公众 这个人工智能 带来了什么样的风险感知 风险 这个时候 大众给你的回答 其实和这种人工智能 其实跟ChapGT给你的回答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值得去探讨的 从风险传播的视角 去进行探索 那么除了之外呢 我前面提到支沟 但事实上 我们刚才提到支沟的时候 是把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 就是完全作为一种课题 是一种新的技术 和现象 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知识 但事实上 人工智能 帮助我们去获取知识 所以不同的人 在使用人工智能的 这个过程当中 获取到的信息 是不一样的 获取到的支持 获取到知识的这种 准确程度或者精度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依然是我们值得 探讨的一个方面 最后呢 把人工智能 作为新技术 新现象 把人工智能 考虑为一种课题 但我们事实上 还可以考虑到 政策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近期很多的学者 包括非常多的 科学传播的研究当中 常常会去探讨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 会去支持 或者我们多大程度上 去支持相关的 就是促进 人工智能发展的 这个政策 那我们是不是 会去支持一些 具体的伦理上的 保护的相关的 一些政策 那这个也是 近期啊 我们在科学传播领域 把人工智能 当作课题 进行探索的 一种可能性 另外呢 我觉得除了 我们说当作课题 来进行探索的 人工智能以外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更有趣的是 我们把人工智能 当作载体 就是说我们把人工智能 当作一种信息的平台 和整个环境 所以人工智能 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它有自己的新的空间 新的语境 包括我们 我们说的 在原宇宙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 那么这个其实 也可以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进行 与人交互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除了之外 我们说还有主体的 这个部分 也就是人工智能 还能够扮演 信息的生产者 他来生产信息 那么当然 这个生产的信息 其实是基于算法 基于大模型 来推送我们的这个用户 真正感兴趣的内容 所以从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呢 更多的是在探讨 传播策略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早期的研究 可能更多的 就在探讨 什么样的媒介信息 或者什么样的 信息内容 是可以去说服公众 去可以去改变 公众的行为态度的 但事实上呢 在随着媒介 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非常多的媒介 他们自己的 这种技术特征 和我们所说的 这个技术内容 包括我们所说的 这种传播策略 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像人工智能 它其实跟社交媒体一样 它的非常多的技术特征 是能为我们说的 包括健康环境等等 因为健康环境 是我自己研究的 比较多的一个领域 包括健康环境等等 它的这种风险管理 来提供驱动的 这种传播与策略 就是理论驱动的 传播与沟通的策略 从而去有效的 去塑造公众的知识 风险感知和相关的行为 那这个是我们早期的 比如说传统的 传播策略研究 像这个研究当中 我们主要就是通过信息设计 来进行传播的这种策略 来说服公众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 大家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逻辑 它是试图去说服公众 去进行垃圾分类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 大家会发现 我把这个垃圾分类 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或者说把垃圾分类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为 我们叫reframe 也就是再宽价 再宽价为环境问题 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还进行了 更深度的比较 去探讨它在 我们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当中 我们存在的叫 gain and loss framing 也就是这个 争议和水平是宽价 所以我们去比较了 不同的议题下 比如说在环境议题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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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和损失框架 那么 争议框架 就是你进行垃圾分类 有获得什么样的益处 那么 损失框架 就是你不进行垃圾分类的话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 危害 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 我们把它分成了 具体的三种不同的话题 当中去进行讨论 那么在研究当中 我们也最后发现了 在健康的议题下 去强调 不进行垃圾分类 带来的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传播策略 是最有效的 能够去促进 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 这样的一个 喜欢和意愿的 所以这是一种 传统的 传播策略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到了 社交媒体时代 社交媒体 它有非常多的技术特征 比如说 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说 社交媒体 它包含了 多层次的信源 这个多层次的信源 我们怎么理解 我们说传统媒体时代 我们的信源 其实非常的单一 都是来自于 比如说我们说的 采编团队 他们发布的信息 他们发布的这种内容 对信源 其实是相对比较一致 或者说相对比较单一的 但在社交媒体时代 这个时候 其实任何人 都可以扮演了 信息源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 非常显著的 一个概念 叫做 user generated content 也就是说 每一个用户 都可以制造信息 那么在制造信息的过程当中 这个信息又可以分成很多的层次 我们说可见信源 也就是信息的语言发布者 到底是谁 那么接下来叫 接收信源 就是介绍到这个信源以后 再进行转发的这些人 所以它叫 接收信源 就是信息的转发者 就我今天看到了 这辆信息 是被谁转发以后 然后让我来看到的 最后呢 我们叫做技术信源 也就是这个信息 所发布的平台是什么 那么基于此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我们去探讨的 就是在不同层次当中 不同的信源 它发挥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做了一个 二长三长二的 一个多因子的组件实验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可见信源 也就是信息连发布者 可以是认证的用户 和无认证的用户 但事实上 它其实可以更多的内心 但是 当然基于这个实验 我们去探讨的仅仅是 从认证 就是大V和没有大V 就是这样的两种内心 来进行比较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接收者 也就是说信息 有没有转发者 那么一种情况 就是没有 对吧 就是信息它就是 原发布者发布了以后 没有人去进行转发 我看到信息 没有被转发过 第二个就是 被认证的人转发 第三个就是 没有认证的人 那么第三个变量呢 叫做技术信源 也就是信息 在哪个平台 是私信发给我的呢 还是公开的 那么对这个信息 进行了探索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 研究的这个context 也就是语境 这个研究的context呢 我们是放在一个流感的 一个语境当中 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用的是 比如说像广东疾控中心 它给我发布了信息 对吧 然后它是直接发布了 这个信息啊 然后是用私信的方式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 公开的方式 来进行发布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非常不一样的 两种情况 比如说是在一个 公开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大V 也就是信息的原发布者 如果是大V的话 它整体上 它整体上信息的 接收程度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信息 比较容易改变公众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行为 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发布者 是就是不是大V 或者说是没有被认证的 那么它整体的这个 信息接收度也就比较低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信息的发布者 发布者是大V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是没有被转发的 效果是最好的 对吧 但是如果被非大V 也就是没有认证的 用户转发以后 这个效果是最差的 相反的 如果这个信息 是有一个草根 发出来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 如果能被大V转发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 如果被大V转发的话 那它的税部效果也会提升 相反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点 这个叫private 对吧 也就是在一个私人的 或者在一个私信的空间当中 私信的这样的一个余境当中 我们会发现 如果大V直接给我们发信息 也就是没有转发者 这个时候 效果是最差的 那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 对吧 今天如果有个大V给我发私信 为什么我不相信他 这个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因为 我们现在网络当中 存在的大量的这种虚假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怀疑 今天大V为什么给我发信息 从而影响了 我的这个信息说服的效果 或者说我的这个传播策略 这是社交媒体的技术特征 最后我们来讲到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特征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来 做的比较多的 一系列的一个研究 在人工智能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当中 我们知道 就是如果从信源的角度 出发的话 它其实和我们说的 这社交媒体当中 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这个信息 可以是由专家来发布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们是由一个 专家来发布的 某医院的这种 这个主任 对吧 那么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还可以用算法推荐 你看这里 就是相关推荐 注意了什么是妨碍的谣言 那么另外呢 就是社交 社交推荐 社交推荐呢 是比如说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给你发布信息 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我们首先给他看一则 这个虚假信息 是关于红酒 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病率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他看的是 这个三个不同的 三个不同的 这个辟谣信息 分别来自于专家 来自于社交 也就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这里会显示一个 这个好友的倪称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通过算法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当然内容呢 我们也进行 这三种内容 它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内容呢 分成了两种大的类型 一种呢 就是以数据的类型 也就是统计数据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以叙事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 通过这样的一个策略 来进行探索 那么这个是我们探索的 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细展开来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 一个结果当中来去看到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 这个叙事的情况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信任的 信任度的情况 不管是数据 还是叙事 在整体情况下 大家都会发现 专家的这个 批谣的效果是更好的 但是在谣言的 信任度方面 大家会发现 如果我们用了算法 来进行批谣的话 这个时候 谣言的信任度比较高 也就是说 算法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是很难达到一个 真正的批谣效果的 那么包括我们说 转发的意愿 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然发现 专家的信息 而是能得到 更多的转发 专家的批谣信息 所以换句话来说 我们也发现了 人工智能 在进行批谣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如专家 但是比社交的 批谣的效果 其实是要好一些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进行 更显著的 另外的一种探索 就是人工智能的 这个技术特征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人机交互 因为一望的时候 不管在社交媒体当中 还是在和传统媒体 进行交互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都是人 和人在进行交流 就是人发布的信息 但今天这个信息的主体 发生了改变 就是我们在跟 我们交流的对象 是机器人 所以我们进行了 一个探索 是我们把人和人的交流 和人 然后和人和机的交流 来进行了一个探索 把这两种交流方式 做成了两种 不同的信息策略 然后我们在探讨的 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这种技术策略 最终会不会影响 人们的这种信息的参与 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种交流 就是我和XGPT的交流 是不是能够让我更沉静 去关注信息的内容 去接受信息本身 从而去 愿意去搜索 更多的相关信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进行了一个 这样的实验 让不同的人去看 两组不同的信息 那么在这样的研究当中 我们发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调节变量 就是Message Fatigue 也就是我们说的 信息疲劳 对吧 或者叫信息倦怠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存在信息倦怠的话 那么人工智能的这种效果 人机交互的这种效果 是更显著的 就是在我没有信息倦怠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我是跟人机进行交互 那么我是更愿意关注 这个人机交互的信息 从而更愿意参与到信息当中 也更愿意接受信息 那么最终进行更多的 更广泛的信息搜索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发现 但事实上其实我们的这个研究 它其实是一个系列的研究 所以其实我还在进行 更深入的一些探索 在探讨人工智能 在各个其他方面的 或者是如何更好的去 创新传播的这个策略 所以我这里有几个 我们近期在探讨的 那么并且呢 我也认为是在整个新闻传播领域当中 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讨的 这样的一些方面 一个呢就是我们信息内容的交互 这个信息内容的交互 我觉得是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 在很大一个程度上 它还是主体 也就是它会生产信息 那么换一句话来说 它生产的什么样的信息 它其实是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信息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是一个这个精神治疗 那么我如果跟人工智能进行交流 那么这种情况下 人工智能它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呢它可能是更专业的 但是是冷冰冰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么另外一种呢它可能是更亲切的 对吧我们说的更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更多的站在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这种态度 那么这个时候生产出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想去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是应该像淘宝店家一样 就是亲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应该这么做 是以这种温柔的 以这种温暖的态度 还是更专业的 以一个专业机构的这个咨询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给予我们这个交流 或者在不同的情境当中 我们要用不同的这种信息内容策略 这个是我们所探讨的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人工智能的形象 这个也是我们近期一直在做的 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是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是不是应该像在元宇宙当中一样 就是有一个我们说的虚拟人的形象 它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说服我们 或者更好的发挥传播策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是就像现在一样 就是Trop GT那样 它就是一个logo而已 对吧 所以接下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来呈现 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女人化的感受 这种女人化感受上的差异 会影响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这种认知 包括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 其实在探讨人工智能 在一些事件当中的一个归因 就是公众对人物智能的归因 那么很大程度上其实就取决于人物智能 它的一个形象 它的外在的一个形象 除了之外呢 我们在最近还在探讨的就是 人物智能是不是有多模态的这种信息 除了视觉以外 它是不是还能有声音 比如说它能不能有背景音乐 包括它能不能以唱的形式 或者以某种声音的特质来回应我的问题 那么这种声音的特质也好 背景音乐也好等等 它都能够去影响我对信息的判断 或者说影响我的受到传播内容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最近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在探讨音乐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影响我们的传播策略 特别是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的时候 这个音乐是我比如说是我比较喜爱的 包括这个音乐当中的效价 比如说它是一个快乐的 或者是悲伤的音乐 包括音乐当中的它的这个tempo 也就是它的这个节奏 是不是是什么样的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一致性的问题 也就是音乐和声音之间的一致性 是不是同样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这个判断 那么从而也是能进一步的去串新我们的这种传播策略 那么最后呢 我觉得跟信息环境还是能有更多的结合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我之前的一些研究里面也有在探讨 就是不同的传播环境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图片 或者是电视视频 或者是声音 但今天如果把这个环境设置在这个元宇宙当中 真的像一个 就是你是一个主体 那么另外的你和这个NPC在进行交流 那么在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能够更好地去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人工智能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元宇宙 它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地去进行共情 那么如果更容易进行共情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传播策略也就更容易成功 那么最后呢 其实一切呢 都还联系到了用户细分 每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不一样 就像我说的 人工智能 有些人觉得它是ChopGPT 有些人觉得是NIHC 有些人仅仅觉得它就是小度小度 所以每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那么也影响着这个人工智能所能发挥的传播策略 当然除了之外呢 也包含了大家对技术的接受程度 以及个人自身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Message fatigue 对一个信息的熟悉程度等等等等 这些都能够影响我们的传播策略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 当然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有了更多的维度 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度的挖掘 当然它也存在更大的这个机遇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 更多层次的去进行创博策略的这个探索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陈安老师的分享 下面有请清博智能创新院院长 李祖西先生 分享大模型赋能营销的N个路径 好的 感谢大家 我这边投一下屏幕 大家好 我是清博智能创新院李祖西 今天非常荣幸 把我们在大模型赋能营销方面的最新进展 和大家做一下分享 今天也是文旅主题 也是重点 突出了大模型在赋能文旅营销方面 一些擅长的东西 首先我们分析 就是无论是文旅 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营销 还是存在一些 急待解决的问题的 那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社交媒体的管理 现在自媒体 其实尤其是短视频 成为我们营销 也是文旅营销的一个主要路径 那这些媒体的资源的管理 涉及到了有哪些媒体 我们如何和他们合作 投放什么内容 这些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营销的创意 那现在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群体 他们对于营销内容的需求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创意的一个方向 其实是千变万化的 这个也远远超越了我们 人的一个创意 还有产能的一个水平 第三个是消费者的互动 那现在我们的互动 可能就是停留在一对多 或者是基于客服 这样一对一的服务 但是真正的实现 个性化 千人千变 这个互动还是依靠于 现在的最新的AI 才能够实现 最后就是现在的技术 不断的创新迭代 我们需要绑定一个发展的 最快的一个技术门类 才能够实现 整个营销体验的同步升级 这是现在我们做大模型 与营销结合四个出发点 那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 其实也是依靠于大模型 整个的一个技术体系 那从底下的技术底座 我们就会接入各类的 文旅行业的数据 用于形成大模型 在文旅行业营销内容 以及营销策略支持 等等一系列的能力 那最上层的应用层 其实是把现在的大模型 接入到了一系列文旅 相关的一个技术门类之中 由于文旅营销 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链条 原来这些工作 可能分布于不同的公司 甚至是不同的行业环节之中 比如说文旅产品的设计 市场销售 还有客服等等 但是大模型 由于它跨专业 全知全能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有可能会把文旅 各个条线的工作 通过人工智能串在一起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 我们提出大模型赋能 文旅营销几个路角 这样的一个命题的基础 那大模型能够为文旅营销 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是市场调查分析 由于大模型 它已经获得了 全学科的一个数据 尤其是我们的大模型 它会接入全网动态实施的数据 现在整个的一个数据基础 将近两千亿条 每天有两亿条的新增数据 其中覆盖了很多 文旅相关的电商 还有社交媒体的平台 这使得整个大模型 可以对最新的一个动态信息 做出动态的研判 辅助我们做文旅信息的学策 它背后的一个原理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采集全网络 自媒体 以及文旅相关的电商 媒体的一个评论 然后经过大模型的深度学习 以及数据调用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会根据文旅行业 对于数据的各类的分析的需求 然后定制各类的前端的功能 使得这些数据 可以经过大模型 给出直接的最后的判断和分析 这是整个在这个环节的技术路径 那它能做哪些事呢 我们做了一下梳理 首先是游客和网民的洞察 那大模型可以帮我们 更快速的去了解 全网络的游客和网民 关注哪些景区 关注哪些文旅的特色点 从而进行市场的和预测的优化 比如说大家在小红书上 种草了哪些优质的景区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根据大家喜欢的点 提前设计一些路线 设计一些文旅的产品 甚至要完成 更有针对性的 品牌营销的策划 然后就是市场的预测和优化 那根据大家的一个反馈 是可以对接下来的市场 进行一个预测和优化 一个辅助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接下来的社交媒体的分析 广告的优化和品牌的管理 都会更顺利成章 所以大模型帮助我 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洞察 会起到我文旅 营销整个规划的一个 先头的作用 那具体都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那这里呈现了我们的大模型 几个问题的回复 比如说我让他去分析一下 关于通诚公司发布的 机票毛和活动 他受到了哪些关注和影响 他就会基于男女 这两个性别的内分 给我一些观点的反馈 看到大家对于这一个活动 产生了哪些反馈和建议 那市场的预测优化 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正好可以把这个问题 让我们大模型现场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是 2023年中国发布了哪些 文率市场报告 那在原来的一个场景中 我可能要去搜索引擎 去获得很多文章 然后从中提炼这个报告的内容 那现在我只需要 到我们先问平台输入这个问题 他就可以把最新的 这个报告的情况 把我非常详细地整理出来 如果我觉得他某一个问题 回答得不够详细 那我可以让他对某一个细节 进行不断地深入 那通过这种交互式的问答 可以逐渐地展开 整个我的问题 变得非常详细 支撑我对于某一个 文理主题的一个分析的过程 这就是大模型 能够有我的一个具体的支持 那我们看到最后 他还附上了一些链接 这些链接啊 就是他的问题 所引用 或者是知识的来源的 一些文章 或者是站点 我可以进去 详细看一下 他的一个信息源 这就是在市场预测 优化方面 大模型能给我们的 一个具体的支持 那下一个方面 就是刚刚提到的 社交媒体分析 那同样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大模型的表现 首先我可以输入啊 让他具体分析一下 飞珠旅行 这样一个头部的旅行平台 在不同平台上 大家对他的一个评价 那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 输入这个问题之后啊 我看到大模型 不只会通过文字描述 相关的一个情况 我还可以进一步要求 他通过图表的形式 进行呈现 那我在下一个问题上 会着重强调 他图表的一个表现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通过 一个简单的询问 他就可以把原来 通过SARS系统啊 需要复杂操作的 一个分析逻辑啊 直接呈现于答案之中 给我更直观的一个支持 那接下来是 社交媒体的广告优化 我们知道每一个平台 都有不同的调性 每一个群体啊 都有信息的 不同的偏好 所以一直以来的 社交媒体优化 都是一个猜盲盒的过程啊 我们需要去猜测 用户的一个特点 更重要的是 我们根据不同的群体 生产相关的文章 都是需要进行 个性化定制的 原来需要通过 人工完成的工作 现在都可以 依靠大模型 进行批量化解决 那最后啊 就是品牌管理 我们同样可以 问询问一下 大模型的一个建议啊 这里是对于不同平台 订购火车票的 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 输入给大模型 他就可以啊 直接给我相关的一个答案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可以看到 大模型在分析 一个市场 以及应对不同的 个性化的内容生成的时候 都可以给予一个直观的 以及直接的一个支持 那这里呢 我直接深入到了 让它进行内容写作的方面啊 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 模仿小红书的风格 然后以这个产品 为营销对象 写一个100字的推广文案 那我看到 它的一个文章的 一个结构里面啊 既有适合于 这一类社交媒体的 等待方式 也会很贴心的 加入一些话题标签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 一个文本的一个特征啊 那同样的 我还可以让它模仿抖音 模仿微博 模仿知乎 等等一些平台的 一个写的特征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第三个部分啊 就是关于大模型 支持文理营销内容的 策划和生成 刚刚已经展示了啊 它对于不同平台 风格的一个防写 那整体的业务逻辑啊 也是基于大量的 文本的积累 例如现在我们会 定向的让它采集 小红书 抖音 还有知乎啊 等等一些 头部的自媒体平台 那通过它仿照 一些优秀的自媒体账号 它的文本内容 它就可以具备啊 定向的去模仿 一些自媒体的写作方式 这样的能力 那我可以要求它 模仿一个大V 去写作啊 一万篇 某一个营销文章 而且偏偏不同 这些要求啊 它都可以满足的 这里举个例啊 比如说 针对于自博烧烤 另一季度的 旅游方式 创意性的广告 还有右侧 小红书为例 对于某一个旅行社 提出一个营销策略方案 那它都可以 根据不同的平台的 一个调性 给予我相关的 内容策划的支持 那这里我还要求它 对于某一个平台 进全网 趋势分析 进行一下生成 那都可以很快地生成 那这个能力啊 其实代替了很多 我们文旅营销行业的 一个第三方的 萨斯平台的能力 使得这一类的动态 交互式的数据分析 变得非常轻松 那完成这个工作之后 我就可以让它 根据不同的账号的调性 平台的属性 生成文章 据说这样一个案例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模仿小胡书平台的风格 以某一个产品 为一项对象 生成相关的委案 它都可以把相关的表情包 还有话题标签 还有不同的这样一个 表达方式 都可以呈现出来 那完成了文案的撰写之后 我们知道现在 社交媒体还是强调 以短视频为牵头的 图文并茂的 这样一个传播方式 那有了大模型 我就可以根据 不同的人群的喜好 生成不同的 多模特的内容 这里呈现了几个 图片的表达方式 例如同一个话题 我就可以根据 青少年群体 年轻人群体 还有老年人群体 生成不同的文案 以及图文 甚至未来视频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根据 不同的用語化下 生成海洋内容 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所谓的个性化推荐 还是篇章级的 也就是同一篇文章 A能看到 B看不到 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有了大模型 由于它可以 根据不同的用語化下 自动的生成 理论上无限篇内容 以及无限个图片 而且基本上没有成本 那它就可以做到 真正的千人千面 也就是每一个人 看到的 虽然是同一个主题 但是字里行间 到标点符号 都可以完全不同 这就是基于不同的用語化下 可以生成海洋内容 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 完成不同的内容推荐之后 它的一个传播载体 还可以非常的多样 除了刚刚大家看到的 我可以基于一个对话框 和大模型交流 它模仿一个专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客服也好 这都是一个直接的交往方式 那它也可以接入虚拟人 完成一个更加形象化 更加有亲和力的交流 现在我们看到各类直播平台 已经越来越多的 接入了虚拟人 无论是动作捕捉型的 还是全AI驱动型的 这些都是虚拟人 接入大模型之后 有最新的状态 那现在文旅场景 对于大模型的一个需求 非常广泛 无论是营销端 原来需要请代言人的 现在可以变成虚拟人代言人 在服务端 原来的客服 都可以以虚拟人的形象呈现 那我和他的交流 会更加自然 我甚至可以直接用语音和他交流 销售团也是这样的 现在文旅行业 普遍来讲 既有公寓的销售 也有私域的销售 也就是有一些销售人员 会通过微信群 经常给您发一些旅游线路 给您种一些草 促使您购买一些旅行产品 那后续这些销售 都可以接入大模型 做到一个无人的状态 而且它的能力 会远远超过现在真人 它可以记住 每一个您的爱好 记住您所有的一个 摇条记录 然后根据您的特点 匹配更好的 这样一个旅游线路的产品 并且由于大模型的一个介入 它可以非常逼真的 模仿一个销售专家的 一个语言技巧 所以未来 还是需要人 出现在销售端的 也包括文旅场景 都可以替换为 虚拟人的一个交互的界面 然后介入大模型 以及其他的各类的 优秀的人工智能 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营销公司大模型的打造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每一个文旅单位 其实都有大量的 这样一个内部数据 那这些内部数据 由于没有建筑于公开网络 所以并不能被主流的大模型 纳入学习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直接拿来 其他的GPT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 公开大模型也好 并不能直接的 非常深入的满足 一个文旅的营销需求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会帮助一些文旅单位 去学习它本地的 自有的一些知识和数据 然后根据它的 不同的应用场景 找到大模型的 一个应用的形态 那最后一部分 得到我们文旅的营销 它的一个活动已经开展 我们需要对它的效果 进行一个实时的评估 这也涉及到一个 大模型的一个深度的应用 它在综合采集全网的 传播和营销数据 以及营销内容之后 可以给予我们营销效果 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 这里我展示了一个 分析游客认知路径 这样一个路程 那我也提出了一个 具体的问题 请将武当山近七天 在全网的提及量 它变化趋势 进行了一下展示 那我们看一下 大模型的表现 那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它直接反馈给我一个 动态的可视化的图表 这是我们平台 一个独特的能力 也就是除了它会描述 武当山过去七天 在全网的一个趋势之外 它可以以这种图表的形式 直接给我一个直观的一个回答 它的一个原理 因为接入了我们分析 全网营销效果的一个 大数据平台 所以可以直接把 相关的一个结果进行调用 用于支持我 相关的分析 这是它可以给我的一个 更加直接的一个支持 动态可视化图表的分析的能力 同样我还可以让它对 故宫相关的微博和微信的传播 进行一个分析 我可以特别注明 它在哪个平台 其实重点分析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同样我还可以让它分析 游客的情感 以及反馈的一个情况 同样也会得到 直接的动态可视化图表 看到关于某一个文律议题 大家正面 中性和负面的一个情况 占比多少 以及更多的细节 这些都是可以对 文旅营销之后的一个效果 进行了一个直观的分析 我还可以对于 大家的兴趣进行追踪 例如文旅行业近期天 在全网提及频率最多的词语 它可以瞬间 给我相关的一个反馈 原来这个工作 还是需要我们 收集大量的语料 然后进行可视化分析 才能完成的 那现在我们的大模型 未来会接入 越来越多的 我们自身的 以及第三方的 动态可视化的U平台 在导演之中 不光可以细节的文字描述 还可以把分析的图表 直接呈现 那完成这个过程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到 为文旅品牌 提升进行一个策略的支持 例如我可以根据原有的一个 基石积累 让它制定一个全新的 营销效果的评估的方案 以便我们验证和评估营销方案的 有效性 让它可以基于我们原来的 过往的营销的一个效果 重新优化 我的文旅品牌的一个提升方案 形成了整个大模型 赋能文旅营销的一个 完整的闭环 最后一个方面 是关于客户支持与互动 也是文旅单位 和我们每一个人 直接进行交互的一个界面 那现在和用户的互动 不止停留于 一些第三方的文旅 比如说购票了 或者是文旅 产品售卖的网站 它也广泛的分布在 电商平台 还有抖音等等 一些第三方的 社交媒体平台 所以文旅营销的一个触点 已经覆盖全网 那基于这个条件 我们就尝试提出来一个 客户体验管理的三维体系 首先是客户服务和支持 这就是传统的 我们典型的这种客服务 第二种是网红和IP的营销 现在它的一个营销渠道 已经广泛的 基于第三方的网红和IP了 第三个就是各项外推荐 原来文旅单位 其实自身完成不了 各项外推荐 但是在大模型的帮助下 可以做到真正的 千人千面 那它可以做到哪些提升呢 首先回答的更精准 我们人的一个思维和记忆 都是有局限的 语言也可以更加灵活 并且在多人文答中 保持对于我们过往 需求的一个记忆 最后做到一个 自动的更新迭代 一个是未来一个文旅 或者是广地上的一个营销的客服 它是可以在这个四个方面 远远的超过人工的 那再加上它是可以真正的做到 7成24小时365天 全天后再现的 所以可以极大的替代 我们人的一个脑力和体力劳动 这是它在客户服务方面的一个 巨大的提升 那我们展示一下细节啊 比如说它现在已经接入了大模型 做一个文旅的客服务 我让它规划一个 峨眉山最佳的旅游路线 它就可以瞬间的帮我做一个 三天的一个旅游的攻略 我可以让它不断的细化 直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那这里我还做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测试啊 我们同样也把大模型 包装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人格的属性 就是庄子 那我问了一下 对比一下张家界和泰山的一个不同 那庄子就可以瞬间给我一个答案 我还可以问他一个更好的问题 就是泰山有哪些好玩的 这就考验他对于一些详细数据的一个掌握 是否充分 那这样一个大模型的特点啊 他其实是基于一些最新的问题和知识 但是啊 稳定的通过庄子的口吻 甚至是他的一个观点啊 把我这个问题回答出来 那我们稍等片刻啊 就可以看到庄子对于泰山 那些好玩的他的一个回答 我看到他是非常的具有庄子的一个文风的 这个就是客户支持方面啊 我可以让他具备一个很好的人物设定 很有个性化的给我提供支持 那网红IP营销 同样也可以通过大模型 让他更有温度 并且实现更个性化的推荐和信息服务 那以上就是我们观察到的 也是我们自己的大模型 在营销 尤其是文旅行业营销的 N个解析方案 以及支持方法 那希望和大家在未来的营销方面 以及文旅营销方面 有更多的交流 也是希望可以通过大模型帮助到大家 屏幕右侧是我个人的微信 也是希望和大家成为微信好友啊 在未来多多交流 非常感谢 我这边先结束分享 好的 谢谢李主席先生 下面有请 清波智能未来院院长 吴亦迪女士分享 从零到一 如何设计一款优秀的AIJC产品 好的老师好 大家好 请问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的 好的 好 那我就现在开始演讲 那么今天呢 也很高兴 能够在这个许数沙龙里面 和大家分享 我们清国智能未来院 最近的关于 设计优秀的AIJC产品的一些想法和理念 那么我们呢 就是先追溯一下 近年来这个科技领域 优秀的这个产品 和它的产品创始人 那么说起这个产品创始人的话 大家的脑海里面都会想到 像乔布斯啊 像马斯克啊 这样的这个非常著名的 全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人士 那么乔布斯呢 他是在这个九平年代的时候 就以苹果电脑为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产品 那么接着他后来是离开 有一段时间离开了苹果公司 那么又是在这个皮克斯动画 那么皮克斯动画我们 有很多人看过这个动画电影 比如说《飞龙环游记》 《行动环游记》 或者《玩具总动员》 那皮克斯动画是 我觉得基本上是唯一一个 能够和这个迪士尼去有所竞争的 当然啊 后来这个皮克斯动画也是 并到了迪士尼的这个产业版图里面去了 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 就是经过回来了以后的这个多年的积累 那么乔布斯呢 他的这个苹果智能手机 就是一经面试 立刻去改革了整个的手机的行业 那么我们直到现在的手机形态 也是乔布斯当年所定下来的 这一种的手机形态 那么赵小龙呢 他是生于1969年 那么他是在那个2000年初的时候 当时有设立了这个Foxmail 这个国内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邮件 然后后来是被腾讯收购了 那么他在这个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去做一个 这个在线及时的互动的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是我们直到现在 都还常常去使用的 而且这个使用的人数和这个范围 已经被扩大到全球了 那么这个就是微信 那么他的名声大造是2014年 那么马斯克呢 他也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 他在90年代的时候 就创立了这个PayPal 是这个电子在线支付 后来呢 又是在07年的时候 特斯拉 然后以及这个SpaceX是这个火箭 那么他最近 这一周 他又宣布创立了一个AI的公司 叫做XAI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随着这个特斯拉 这个Model S Model 3 他们的这个市场销量特别的好 那么他的这个名声大造 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 他在2016年左右 那么张一鸣先生呢 他是就是接连创办了这个 今日头条和这个抖音 那么抖音呢 他们现在也包括有这个国际版的这个TikTok 那么他们呢 也是这个 这个以这个算法推荐的这个视频流媒体 短视频 那么你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程序员 软件员所设计的这个产品 你现在已经风铭了全球 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 这个人他非常的低调 他叫蔡浩宇 他是1987年的这个出生的一位这个程序员 然后呢 他是这个叫米哈游的创始人 那么米哈游他在2021年的时候 就这款游戏 他在这个苹果App Store的这个游戏的各大区 包括美国日本等等区 都是排名第一的 那这个是之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游戏出海 所未达到的一个从前所未有的一个 这个广泛的一个高度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说是近些年来 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 他们本身也是基于我们的这个 从2000年后到2010年 这之中其实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 互联网的机电的一个浪潮 那么他这个机电不只是 关于这个应用的极点 他其实最最基础的背景是 关于他的底层的技术 是一直在迭代的 那么使得用户 他们能够去在这个更好的 这个底层技术的基础之上 获得更好的应用 能够通过这个应用 提高大家的这个生活效率 或者给大家去带来更多的信息 更多的快乐 那么我的这个题目呢 是源自于这个 硅谷创投赵父彼得蒂尔的一本书 叫做《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那么彼得蒂尔他本身也是这个 马斯克的朋友 他们当年一起创立了PayPal 然后呢彼得蒂尔他也是 Facebook的这个外部投资者 那么他如何去定义 从0到1和这个从1到N 他从这个书里面最开始就说 从0到1它是一种创新和质变 那么从1到N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全球化的过程 可以是从1到N 那么从0到1如何去给他去做定义呢 那么只要是就是这个任何的新方法 任何可以让事情去完成的 有更容易完成的方法 那么他认为这个都是科技 而这个科技就是从0到1 那么全球化呢 是科技的不同的方式的进步 它们可能同时的存在 也可能存在其一 或者都不存在 那么从0到1的关键词 他非常的强调就是创新 他和创新相对应的一个词是竞争 他认为这个从0到1从来不是竞争 竞争就会让我们去过分地去重视 一些过去的机会 一味地去重复过去的模式 那么就可能会去徒劳地抓住一些 不存在的机会 那么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的目标 应该先是特定的一小群人 而是在这个特定的一小群人 和我们所做出的特定的产品里面 是几乎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与我们竞争的 那么在短时间内 可以形成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个垄断 那么当这个产品 它实现了一个质变 从到了1之后 那么接下来呢 肯定会有各方的这个竞争者来去竞争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从0到1 那么关于从0到1呢 那就是我这里再有一个 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叫做《让大上飞》 那么它的作者呢 是这个Steve Hoffman 然后它也是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创投的人士 那么它之前也投资过这个 包括Instagram在内的 比较多的一些网络的平台 那么它就是说 这个创新就是抓住一波新技术的浪潮 然后呢 这一波浪潮将会打破 原有的商业和社会的形态 那么创新团队中 需要有人能够去理解 如何利用这些创新技术 来去重塑和颠覆这个世界 那么也接触前面三页的PPT所讲的内容 那就是说我们的想要有创新的产品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非常有可能是这个人 而这个人他需要具备的素质 就是理解和利用新技术 重塑和颠覆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再回溯这个AIGC的 这个技术的前沿的探索 这一PPT是来自于 沈阳教授团队的AIGC报告 那么关于这个AIGC 未来可能去发展的相关的方向 那么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原学习和生物的启发 就是借鉴这个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原理 让AI通过这个原学习的方式 让它自去学习 去适应新的任务和环境 那么第二呢 就是关于这个无监督学习和自监督学习 去减少就是大量的人工标注的这个依赖 让AI能够系统的 能够去自我的方式去学习知识 那么第三呢 就是一个跨模态的学习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 可能是这个文生图 图生图 文生文这种方式 那么是不是AI的这个系统 未来能够去处理和整合 来自不同的模态的信息 这种模态就是图像语音混本等等 那么它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 都能够更加的高 那么第四方面呢 就是模型的压缩和计算的效率 那么就去减小 这个AI模型的规模和计算资源的需求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GBT4 它是非常的 一个很顶尖的一个大模型 但是呢 它所运用的这个算力 是极其的庞大的 庞大到这个OpenNI的这个CEO 时常会觉得自己可能 这个要包住这个整体的运营成本了 那么最近呢 这个GBT4也说是变蠢了 变蠢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算力不太够 然后呢 就得只能是被迫的 把这个GBT4的 它的精准度往下去调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能够有更高效的 这个计算的方式 然后就能够去减小 这个AI所需要的 这个计算的这个力 那么就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去感受到了 这个更高质量的 AI所带给我们的成果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安全 那当然是包括这个 AI系统的攻击啊 这个等相关的事项 那么关于这个 AIGC的这个商业格局啊 我大概是分成那个三层 那么这三层呢 是第一方面 是这个基础设施层 那么基础设施层 它就是AIGC的 商业格局的底层 那么它的目标呢 是提供稳定 高效 安全的运行环境 来支持模型层的应用层 模型层和上面应用层的 这个运行 那么它首先包括 这个硬件的设施 那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 服务器啊 损储设备等等 还有软件的设施 那么就是工具链 就是一些这个 包括操作系统 然后呢 中间的一些 这个中台等等 那么数据资源方面呢 就是包括这个 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那么这些呢 数据都是模型训练 和预测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计算资源上呢 也就是包括这个 现在经常说的 这个AI芯片 就GPU CPU TPU 等这个计算的设备 以及还有这种 分布式计算啊 兵型计算 等这些相关的技术 那么在网络资源上 就是包括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 网络宽带 网络连接 网络带宽等等 那么安全设施呢 就是这些 这个基础设施 它 它必须要保证 它的安全的这个运行 那么它有需要 相关的设备 软件 策略 还有技术 那么在模型层呢 主要是分成三个方面啊 那么模型层 它是这个 我认为是整个 商业格局当中的中间层 那么它的目标 是将基础 设施层的资源 去有效地转化成 应用层 可以去利用的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 就比如说是预测能力 或者说是推荐能力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 是它的这个 非常的核心 它包括就是 用于训练和预测 整体学习的模型 和深度学习的模型 等等 那么这些模型 可以去识别 模式进行预测 生成推荐 那么关于算法呢 这个模组 就包含了这个 这个各种的算法 比如说这个 回归算法 分类算法 剧类算法 强化学习算法 等等 那么模型的这个 训练和优化 它就是包括了 这个对于这个 数据及这个训练策略 和优化方法 那么它们呢 就是也包括 用于去评估 这个模型的性能 然后以及去 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工具的产生 那么最后呢 就是应用层 那么应用层呢 我就简单总结了一下 就是包括这个 创新服务 那么比如说是一些 这个在线的一些服务 给企业去做的应用 然后我们的移动的 一些这个应用服务的 一些软件等等 那么在业务上呢 那么就是关于 就是现在的AI的话 它可能更多是一个 搜索引擎的 一个plus的版本 那么未来的这个 AIGC呢 它很很 它就是可以去借助 对于数据去进行一个 更结构化的 这个分析和这个 这个生成 然后呢去生成 对于我们的决策 更有辅助的 这种决策型的AI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也可以在这个 各行业更加的垂类 然后它变成 这种专业型的AI 那么第三方面 就是创新产品 那么产品的话 那就是离 C端就更近了 比如说是一些 这个社交产品的 这种交互方式的革新 或者说是我们 在家里面 或者在这个企业 这种机构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 遇到很多的家居 或者说电脑 那么这些设备 它们肯定也会 有这个相应的 逻辑上面 和这个硬件上面的更新 那么我所说的 这一个商业的格局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 这里面的每一个地方 很可能每一个小的区块 它就是 它已经是一个 可以去深入去 让我们从零到一 去挖掘的一个赛道 而大家可以去 根据自己本身的 哪里的资源 有比较好的资源的 富生富能 那么我们就从那个赛道 去进行一个 最开始从零到一的开拓 那么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商业格局 说完了之后呢 我先说一下 这个我这边 所感受到的 目前底层技术的 发展的情况 我把它分成了 大概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是 关于大语言模型 那么我们大家都了解的 这个GPT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把前两天 这个推出了一个 更新的一个版本的 Cloud 2 然后还有谷歌的Bard Bard呢 它先前是支持英文 只支持英文 但是呢 这一周 它也是做不住了 然后它这个更新了一下 它说它支持 包括中文在内的 30多个国家的 这个语言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 那么此外呢 就是这个 我很骄傲的说 我们的这个 经国的这个 新闻大模型 那新闻大模型呢 它是把这个 应该是现在 一个以这个 结构化数据 链接到大模型里面 那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把这个数据去进行 更深入的 这个理解和分析 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团队 也会在这个迅速的 这个迭代和跟进当中 那么大家也可以联系 这个我们的客服 然后获取这个 新闻大模型的 使用码 那么关于 大语言模型这块 它的使用门槛 我认为是比较低的 都是对于用户来说 因为用户只需要在一个 非常简单的 像摇天框的页面 去进行提问和回答 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进阶门槛啊 这相对来说 也还是比较高 因为我们用户 现在用JPT4 就是JPT4呢 它是在从2月份开始 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用户的增量的爆发 但是呢 在6月份的最新的数据 它的这个 那个用户增量 急剧减少 然后大家甚至 还有猜测说 到7月份的时候 用户的数量很有可能降低 为什么 因为最开始 大家是感兴趣 大家进去到这个JPT里面去用 但后来发现啊 这个JPT 它生成出来的东西 能用的比较少 一呢 是可能在精准度上 这个不够 那么我想问一个 更加一个小中化的问题 它很难去进行一个 比较好的回答 然后第二呢 就是在客制上 比如说这个 像这种医疗的 这种机构等等 那么这个是不能够 轻易去下论断的 但是JPT呢 它最擅长的 就是它下论断 那么这个对于 很多的行业来说呢 那么它所给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回答 就是一个不够克制 不够理性的回答 那么第三呢 就是可信 那么JPT 它这个 包括大语言模型 其实它们本身 都有这个幻想的 这么样的一个成分在 那么这个成分 当然也有好处 但是它的坏处也是 就是它的这个 它所给出来的 这些文字材料 这个大家很可能用不上 比如说 要去写一个论文 JPT跟你说 这些有 落关落关的观点 当你问JPT说 你的这些观点 都是来自于哪些文献 它所举出的文献 我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大部分来说 它所举出的文献 都是虚构的文献 那么这个就表示 它的这个不可信 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些大语言模型 在未来的 我们可以拓展的方向 那么这些也就是在这个AIGC的工具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走的方向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亿微亦据 它也是我在那个实验教授的 这个AIGC报告里面 所提取出来的一个观点 它就认为大模型 它要么就是它会变得非常的大 它的数据量会极其的庞大 那么就是一个巨型的大模型 那么这个大模型 它是通用大模型 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去 有这个跨行业跨领域等各种的 这个知识的这个融合和和这个极萃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 逆微 这个微的方向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 这个行业的专业的模型 那么这个专业的模型 它就代表着它的专业性 代表着它的精准性 它是可克制的 而且它一定是可信的 那么这个也延伸出来 就是这个关于大模型 原大理由模型这块 就是会有这个专业化 本地化 然后呢决策辅助 这些方向有拓展方向 那么在AI做图方面呢 现在代表应用已经比较多了 除了大家都这个知道的 这个Mid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之外呢 那么我也推荐就两个 但这两个就是现在 也还就是在国内来说不太用 但是呢 在这个抖音和抢红书上 这个相关的人士用的 这个分享也还蛮火的 就是一个是Adobe的那个Fairfly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Photoshop 自己出的一个Photoshop AI 那么他们呢是这个 对于设计的就已经有一定的 设计的经验的同事来说 他们借助这样的这个软件 然后能够在自己原本的这个图上 去做一些这个区块化的一些 这个更新和生成 那么会很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设计的生产力提升 那么AI这些的 AI的做图的这个使用门槛 它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但是呢 这个比弹原模型还是要高一点 因为它需要掌握这个使用方法逻辑 而且据我所知 就是我刚才所在这里面列举的 这么多的AHC的这个工具 它还没有一个工具汉化的特别好 除非说是国内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小程序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软件 他们去接了这些这个工具的接口 然后呢去做了一个中文的一个界面 除非那样子 那个的这个体验感也还可以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整体的 还是需要去掌握 它本身AI做图的使用方法逻辑 否则的话 它出来的那个图是让我们 和我们心里所想的 可能可能这个一点都达不到边的 那么这个呢 它的进阶门槛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它就强调这个对于这个图 或者说甚至是未来会有这个短视频 那么它的这个控制力 然后呢以及这个人可以在这个图里面 它去进行 就是在这个原本生成的 AI生成的图之上 它去进行修改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二创 那么这个二创的这个可行性 那么需要把这个去进行一个这个开放 那么这个目前来说 这前面的这些工具 里面可能Fotoshop AI做的 还是比较可以的 Stable Diffusion也可以 但是Mate Journey和Fairfly就略次一些 但是这个二创的这个能力 肯定是AI做图工具 未来的方向 那么它一可拓展的方向呢 第一个就是对于 最直接的就是对于设计的同事 他们的视觉类的设计 可以去通过AI做图来去 进行一个这个完善 那么第二呢就是 我们你看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熟练的去使用 Word或者PPT 那么之后很有可能 AI做图也是我们的一个 很普遍的一个创意表达工具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以后 做一个PPT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些想要我们 想有我们的想法的一些图片 我们在这个Mate Journey里面 去用关键字的方式去生成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PPT的旁边 让我们的PPT 或者说Word文档更好看 那么在这个控制器上啊 那么就是像现在这个Ctrl Nite 它呢这个是连接着 这个前面的AI做图工具 它的功劳就是说 能够去让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物品 这些物品比如说是IT形象 或者人物的形象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动作 或者说是它的路径 能够更加的精准 它的使用门槛是非常高的 然后专业性也是很强 但是呢它的这个精准 和这个控制力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未来呢 在我认为这个影视的团队 还有这个动画的团队等等 他们的这些专业的团队 可能会用这个控制器会更加的多 那么现在控制器呢 也相对来说是这个工具是比较少的 那么未来我觉得我相信 这个控制器的这个工具 应该不只是像Ctrl Nite 这个独一家 应该还会有比较多家 能够把这个生态能够给拉起来 那么多模态模型呢 这个也是这个整体的 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但是现在这个真正的多模态模型的话 我感觉是暂时是没有的 但是它未来呢 肯定是会这个革新 信息的生产和这个流通的方式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想在这里 去设计这个AIGC产品 可以这个敬请期待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聊到这个AIGC的 这个产品设计思路 那么我们呢 就是先抛除其他的一些 外界所有的因素的影响 那么这里就一定要去 花一页的PET去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以用户为中心 要去理解用户的需求和痛点 那么因为啊 通常就是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技术非常的诱人 所有人都会喜欢上它 但是呢 这个技术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最终发现说 这个迷恋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 那么我们也可能也有印象 就是2015年16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可能就是金融行业P2P比较火 然后在这个 我们的新闻传播的这个行业 或者说科技的行业 VR和AR 它当时是火锅一阵的 但是呢 为什么VR AR火了一阵 突然它就直接就下来了 因为当时呢 很多人都是认为说 我们有这个VR和AR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要去 凭着这个概念 一定要去造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 它就是一个技术和业务 被本末导致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么却应该采用新技术的动力 应该是首先要来自于商业上的 用户的真正的需求 就是而不是相反的道路 那么从2022年 就是元宇宙 2021年元宇宙的这个浪潮开始 2022年的时候 其实VR和AR现在又开始慢慢火了 但是呢 这个火 它相对来说 我感觉大家应该也会有所感觉 这个时候不管是硬件设备 还是说是一些这个 它的这个生态上的一些 制作的一些游戏视频 甚至是说它的应用的客户 那么有很多文旅的客户开始去使用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有一些正向的反馈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VR 现在的这个节点 对于VR和AR来说 他们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路子 他们是在解决 像文旅等这些用户的一些 想要去更新他们的产品的一些的这个需求 那么以用户为中心呢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去分为三点 第一个就是 用户的这个需求和体验 要去深入的理解 用户的需求 包括他们去希望解决的问题 和对产品的期望 同时这个设计 应该要注重用户的体验 包括这个应用性 可用性 可访问性 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理解 快速的上手 快速的使用 那么第二呢就是 在这个产品设计的完了之后 它的那个demo的那个状态 一定是要有一部分的 用户的参与和反馈的 需要去通过用户的测试 访谈 问卷 调查等方式 去获取他们的反馈 去了解这个产品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呢 从而去让他们的 让用户的满意度提升到 你自己认为可以的地步了之后 再把这个产品 然后可能再推向市场会更好一些 然后第三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一定要去体现 这个一定要去 哪怕用户自己都没有想 那么我们作为产品设计者 一定要去想的问题 就是用户价值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产品 去解决用户的实际的问题 去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问自己这四个问题 这个产品解决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提升了体验 是不是提供了便利 是不是有一些创新的价值 能够在社会上进行推广 如果这四个问题 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那么恭喜 那么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一个 一段时间内 这个能够让大家都会觉得 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得强调一个 也要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解决问题 那么产品肯定是有价值的 但是很难说有很大的价值 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科技行业的竞争 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状态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有无数的公司崛起 也有无数的公司云落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做的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但是已经不太够 如果要做的好 我们就要做的特别好 这个呢 就是让我们在考虑产品核心的时候 不仅要判断 是不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还要去判断 是不是以超预期的方式 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如果我们以超预期的方式 去满足用户需求的话 那我们就真正的 我们就是至少 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 我们实现了那个从0到1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除此之外 就是我觉得还有六点吧 第一个就是关于连接迭代 它得需要有比较快的 这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然后能够去满足 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 那么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注重 关于数据方面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数据挖解 数据来去 这个以它为应计 进行决策和设计 那么这个去才能够去体现 我们这个AIGC的价值 然后第三呢 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产品 它是打破行业和领域的界限 能够有这个跨界的融合 比如说AIGC和服装行业 和伊朗行业 和文维行业的融合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跨界的设计 能够去创造出来 比较独特的产品和体验 那么第四呢 就是一定要注重它的可持续性 那么一定要就是 就是可持续性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评判 这个评判呢 它是一个长期性的 比如说先前有 有比较多的这个企业 他们有这个这个区块链啊 或者说是挖矿啊 这样子的公司 但是耗电极高 那么你看那些公司 现在基本上全都倒掉了 那么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去实现这个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这种平衡 它首先具有可持续性 它才能够在社会里面 能够在长期的环境下 更力的足足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开放协作 就是最好 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一部分 是可以去 有一部分可以去开源的 然后呢 让用户在这里面 不断的去丰富他们的内容 然后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 那么大家呢 就是共享创新成果 去提升这个产品的 这个开放性和协作性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社会的影响 那么它是否去实现了这个商业的价值 和社会价值都双重的提升 那么当前机会上面啊 就是我也就是想再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数据要素这个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能够结合这个AIGC 看看有没有去设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产品的出现 那么这个数据要素20条 已经是在这个去年的12月份就已经发布了 然后呢 中国信息 中国信通院 他们也有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里面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还蛮好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种数据啊 是这个底层的数据 就基本上收集了之后 它只不过是辅助我们的业务去用的 比如说财务数据 行政的数据等等 但是它缺少这个 但是它它的一次价值可能会用完了 那么它的二次价值 就是在它的这个数字决策上面 就是能够去支撑业务智能化决策上面 然后呢三次价值 就是它的对外赋能 去打破数据的壁垒 那么这二次价值和三次价值 都是直接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变成产品 让数据要素发挥它的最大的价值 那么让这个把原始的无序的数据 去转化为更加有价值的信息 或者说是服务 那么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包括了这个数据的收集 清洗等等各种的步骤 那么形成的产品 可能可以是这个报告 或者说应用程序 或者说决策系统等等 那么让这个数据本身的这个类型 结构内容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 让它们在数据产品当中 发挥最大的价值 那么这个就需要对数据本身 去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 去找出数据当中的关键的要素 然后通过合理的设计和优化 使这些要素在数据产品当中 发挥出最大的功能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是有两个就是小的一个分享 那么现在当前很多的AI这些产品啊 它们都是这个 就是会有一种 这个通行的一个道路 当然也有可能是 大家就是看了之后 那么先模仿 那么模仿了之后 再看一下效果 好不好 那么就是在这个 AI这些产品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尝试 运用这个逆向的思维 来去进行创新 那我的父母啊 是练太极拳的 就太极拳就是有那个阴阳协调 然后这个 这也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太极图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正向的思维的时候 那么想想我们的逆向 是不是有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 那么我在这里呢 就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呢 就是从减到凡 到化凡为减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产品 我这里举了一个某产品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们这些产品都是说 我们的用户可以去输入少量的信息 然后呢 它去生成出来一个比较多的信息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化凡为减 我们去把那个 把复杂 从复杂的大模型去出发 去寻找这个化凡为减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是去把这个利用大模型 把处理杂乱无章的这个文本的数据 能够去让它变成更加标准化的数据 那么就意思就是说 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 然后它其实里面 这个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 但是非常的杂乱无章 那么我们把它标准化之后 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利用 比如说啊 就是我从小胡书上去摘了一个用户 他说他的这个眼上冒这个小颗粒 然后这个长小颗粒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如果说这个他去看病的话 那么他会给医生说丰富的信息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杂乱无章 那么我用线问去做了一个测试 那么就说你把这一段文本 去用更加标准化的方式 用医生眼看的总的方式表述出来 他就说患者长期眼睛不适 这些这些这些 那么这个就医生一看就懂 那么这个就能够提升 这个医生本身的效率 那么他呢就是说是 把这个就是从简到繁的一个 现在通行的一个AI这些工具的思维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就是化繁为简的思维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简单说一下 就是血通送炭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局限于 如何已经在 如何在已经高效的系统上进行优化 其实也可以通过AI的力量 让低效的环节变得高效 这个是我们的同事的一个设计 他做这个线稿 然后到他这个完成这个图片 一共是上色花了三天的时间 这个是用AI一秒钟生成的 它只需要一秒钟时间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效的环节去变得高效 那么就能够去让人们 让用户让客户 立刻就感觉到这个里面的价值所在 那么当前的机会啊 就是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从了解到一个新事物 到这个新事物的广泛的应用 它可能三五年 或者说甚至十年的时间 那么它最开始 必然是有一个全社会的认知提升的过程的 那我们现在就正在做这个认知 就通过认知提升的这个事 我们也在设计AIJC的产品 这个产品它本身 它可以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实物 或者是应用 它同样也是可以是种服务体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给某集团 给比较多的这个大型的集团 去做的这个AIJC的培训 我们就把我们的团队里面 所率先了解到的 AIJC的这个前沿知识 以及前沿的应用方式 去给它做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然后呢 给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去进行培训 帮助企业去更高效地完成工作 那么从此之外呢 也是用AIJC生成媒体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视频 它主要是用这个Mate Journey 去进行那个生成 然后呢 文案是用那个JPT去做撰写的 我们把那个新闻热点 和AIJC去做的结合 然后这个光这一个短视频的播放量 就是到了50万以上 那么我们会继续去用这种 视频的这种模式 去生成出来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的传播 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有它的商业价值所在的 我们通过这些 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商业的 比较好的商业的变现 那么最后呢 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对于产品设计团队啊 就是一定要去这个习惯 去干一些做好心理准备 去干一些枯燥无味的工作 一定要去忍受这个孤独和自我怀疑 一定要去相信这个任何问题 都要先要相信这个是有解决办法的 努力去解决 然后才能够去把这个 比较最优秀的AIJC产品 能够去做出来 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去避免这个FOMO FOMO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害怕自己没有跟上潮流的这种恐惧症 我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看前两天看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它的那个文章叫做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大模型都在这了 让你一次干够 我点开了之后呢 我发现它里面没有一个文字 它里面全是图片 大家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大模型 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呢 确实是心里是有些触动的 大模型它本身是很好的这个技术 但是呢它不代表着说 每一个企业一定要着急 忙慌的去做这些大模型 每个企业本身要结合企业团队 自身的已经激烈的能力上 去进行这个和AIJC 有更好的结合 有更好的开发 我相信这个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么最后呢 再推荐观众一下 就是我这里面总结了一些 这个关键科技 关键产品 关键公司和这个人物动态 我们每天我们团队会这个 把我们的关键词 在这个网络上和这个GPT里面 去进行这个搜索 然后去看有没有一些 最新的一些这个信息 然后也会去 每天都会去同步的去体验 看这些产品 有没有他们最新的一些动态 当然如果大家如果没有时间 就是在这些关键词上去 这个这个去主动了解的话 我推荐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团队的公众号 叫清源宇宙 这清源宇宙呢 现在已经有这个15万的粉丝量了 我们每天都会把 我们认为的 就是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关于AIGC行业里面的内容和信息 放在这个这个公众号里面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共同的这个学习提高成长 他们也在推荐一个活动 下周三的下午两点 那么我们呢 这个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研究文化实验室 联合神州数码和英伟达公司 然后一起呢 办了一个AIGC算力发展研究论坛 那么有包括我们邀请到了沈阳教授 然后也有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 秘书长鲁俊群老师 还有这个英伟达的解决方案 架构师戴志祥工程师 那么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 关于这个AIGC和算力发展的一个 一个报告和一个讨论 那么这一个会议呢 是一个闭门的会议 是优先教育行业的同仁 来去这个报名参加的 那么这个数额有限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报名 我们一起来在这里面去 这个讨论和沟通 那么最后呢 是我的个人的二维码 那么关于这个AIGC的产品的设计 和这个相关的这个AI的这个 培训的这个课程的设计和执行 那么我们的团队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那么也欢迎大家 就是加我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共同促进 AIGC在我们中国和在全球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吴依林女士的精彩演讲 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原理中文化实验室主任沈阳教授 做分享和总结 盛老师你好 OK 好的 我共享一下屏幕 今天给大家简单交流一下 就是AIGC和数字文旅的这个创新突破 这个画面片呢 是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当时用了一下 但是那天呢 因为这个画面片自动翻译了 所以也没讲完 我就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来简单做一些交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首先我们会看到 大模型在最近的十天呢 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个呢 就是Cloud 2.0 做了一个升级 大概中文字可以有七万五千字 十万个Token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把你的一篇很厚的博士论文 放到大模型里面去 然后来让它阅读 阅读完了之后 你可以让它去总结 你可以把另外一个人的博士论文放进去 然后让它去读 读了之后 然后比较这两个文章有啥区别 还可以让它提出改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Cloud 2.0 它的很多的这个观点呢 跟这个GP4.0是不太一样的 两者可以形成互补 所以今天早晨我提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AI融合决策 就是我们有好几个AI可以选 那我要把多个AI给它的这个结果 给它融合起来 那这是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就是说 我能不能分析AI的共识 就它们有什么共识 我们原来都讲人跟人之间的共识 那这个不同的AI之间有没有共识 共识分析 那他们来做群体推理 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你想问一个问题 说俄欧战争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那一个AI它不一定能回答得好 那你把好几个AI的这个内容 给它融到一起来 这个效果就不错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一个动态 那下一步的话 肯定是从语言模型走向跨模态 再走向这个元宇宙的大模型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比如说我们用大模型来做一个旅游计划 但这种计划现在还比较粗糙 未来可能需要把这个行业的 还有本地的一些数据给它融合进来 这就会比较好 你像协程这样的平台 它应该要尽快地去做这种旅游规划 旅游攻略 应该到后面的话 你只需要告诉手机 你说我最近要去哪里玩 你帮我出一个完整的攻略 它就给你出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未来的一个情况 目前在ChairGP里面 也有很多这种插件 包括了订票的 包括了偏好 包括了这个目的地 这些餐厅之类的 当然这个Wolf Free Alpha 它主要以计算数学为主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文化类的内容 也有少量的文化类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你看王兆鹏教授 他就讲他的这个知识图 其实他是一个文旅类的知识图 他的工作做的时间很长 就是我大概在20年前 这个应该快20年 我就已经知道 他也已经通过电话 这么多年也一直关注他的研究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大模型 最后的准确 最后的这个结果搞得更加准确 其实是需要行业和领域的数据库 知识图来进行进一步的整合和微调 这个是未来明显的一个方向 那基于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提了一个叫PA2S模型 这个就是有两个P两个A 那这个就是PA2S 就是sharing 就是分享 也就是先要感知 感知之后接受 接受之后来做规划 规划之后做行动 行动之后做分享 当然这个模型 其实也适合其他领域 我们这里只是说数字文旅这一块 你出去旅游 那你可能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的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的有不同的这个理论 来直接增强我们的这个文旅 这一块的这种研究 比如说这个Gastauter这个理论 它是谈到的就是说 要把这个旅游景点 作为一个整体的 有意义的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景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强化 它的体验中的组织和模式 来提高它的满意度和回放率 这是老外提的 第二个叫直接感知 你能不能让用户 能够更加直接的感知到 所以你去看 在抖音里面 当你看得多了之后 其实你有时候也会想去那个地方 这也是直接感知理论的一个应用 我后来把这个理论扩展了一下 叫双向刺激效应 双向刺激效应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线上 看一个东西看多了 你就想去线下 你在线下这个地方呢 能力量多了 大家就更加乐意去分享 然后就线上的内容也多了 这是个双向的刺激效应 所以就是说 我2019年在这个一篇论文当中 谈到这个网红城市 为什么一直能够火下去 该怎么样火下去 主要就是用这个双向刺激效应来解释 那还有一个理论叫特征集成 特征集成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旅游景点 它需要强化它的特色 让大家记得住 我们如果在视频里面 一般我们强调的叫做文字钉 就跟一个钉子一样的这个文字 特别吸引你 然后还有这个视觉锤 就是跟一个锤子一样的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印象某 就我们形成了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当中 哪个地方好啊 所以特征集成理论呢 也可以做一些优化 另外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呢 在这个数字文旅里面呢 特别强调的就是游客到了当地 他能不能跟当地的社区进行这个展合 就在这方面呢 我们现在的旅游景点做得不算太好 还有就是表现主义啊 表现主义就是在这个有艺术节啊 艺术工作坊啊之类的啊 还有文化相对主义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很多旅游景点 都提供了抛袖球的那种旅游项目体验 这就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 因为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抛袖球 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了 但在古代有 所以就是说你从你现在的这个 这个一种文化体验 跟过去的一种文化 来进行交融的时候 那你实际上会产生一种 一种感受是什么的 就是你可能会去更加尊重 不同的文化的 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AIGC啊 它可以提高旅游体验 提高它的效率啊 创新它的模式 那从内容方面来说 第一就是 有一些内容可以用AIGC来做了 旅游景点的 第二就是服务 服务这一块智能客服啊 对话机器人啊 数字人 第三就是替代一部分旅游场景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它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 它会破坏这种原创性和多样性 因为现在的这个AI啊 它把数据都全部一桶江山 那这个时候 我们获得的基本上大量的信息 都是来自于这个 AIGC 这个当中呢 现在有人已经预测 2026年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风险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类产生的数据量 越来越少 AI产生的数据量越来越多 然后到后来呢 AI它训练的数据 也是来自于AI自己生成的 就是它自长自销 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数据 质量的下降 这个数据质量下降是针对 它对真实世界的反映 这一点来说的 就是它相当于从论文到论文 从数据到数据 我们人类的实践活动 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人类好多人写文章 它是这样的 从论文到论文 但是也有很多人 它是通过实践 总结之后到论文 所以就是说 如果AI大量的都是使用 AI的数据的话 显然它离世界的真实性 有可能会进一步偏差 这也是Elon Musk 为什么要把他的XAR这个公司 定位成 就是说能够探索宇宙的奥秘 所以探索宇宙的奥秘 你肯定得是 根据真实世界来的 所以就是说 ARGC和原影中 其实某种程度上 破坏了它的这种 真实性和体验感 第三个呢 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 隐私泄漏和安全性 那ARGC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对它的这个 文旅的整个市场的 这个影响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包括 先采用这个技术的这种企业 它是占优势的 后采用的话 它占劣势的 好多人老想呀 AI这么强大 我该怎么对付AI 你不需要对付AI 你需要关注的是 跟你一样的人 对AI的技术的采用 你是不是比它更快 那就行了 那深圳式智能 在旅游线路当中呢 这个在旅游的 个性化的应用当中呢 包括了这个 个性化的路线的行程啊 虚拟导游啊 虚拟景点 那元宇宙的话呢 是提供虚拟旅游 社交与学习 增加现实的旅游 那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型机器人呢 他可以干几个事 一个是导游 一个是表演者 我还是挺期待 如果有比较好的机器人 能做的比较灵活的机器人 做一些表演 这个也是会比较震撼 还有就是服务员 还有伴游 伴游的话这个比较难 我们的一个判断是 人型机器人 五年进工厂 十年到家庭 四五年当导游 或者伴游 这个的话呢 因为他要上山 要进河里面 什么才这种吸水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间会久一点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终极的这个 理想化的这种 生成式的元宇宙呢 我们讲叫 万数皆用于我 所有的数据都能够 我能够使用 万物皆备于我 所有的元宇宙对象 我都可以去进行调整 万计皆备于我 前面 威迪讲到的 就是说 我们具有更多的技能了 可以画画了 这都是一种一种的技能 这叫万计皆备于我 万感皆通于我 这个是根据元宇宙 它的这个特点来的 元宇宙它是六G六十 我们要模拟六G六十 那这个当中呢 其实还可以加两句话 万福皆用于我 就是说 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运气 这个运气也很重要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万字皆会于我 就让我们变得更加智慧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 使用AI来融合决策 那当然你可能会变得 认知的能力会更强一点 所以整体上呢 今天包括李小冬 这个 他是 也是我们清华的一个中心的主任 也是福西智库的这个创始人 李小冬也谈到 ALGC的一系列的这种发展 包括智力和挑战问题 程良呢 今天谈到了数据 就是人工智能 在新闻传播当中的一些应用 包括他的一些分析 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玩的 还有后面主席跟伊迪的话 谈到了这个 ALGC在文旅行业 在营销行业 包括怎么样去做这个文创产品 这些动力 我个人觉得呢 都是可以去关注和持续研究的 行 谢谢主持人 我今天就讲到这了 好的 谢谢沈老师 也谢谢各位分享的专家和嘉宾 本次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远远就文化实验室 联合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领域融合出版 知识挖掘与服务重点实验室 ALGC的应用发展在线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